去年,一个叫于秀华的名字突然闯进了人们的视线 他火了,火得莫名其妙,火得一塌糊涂 很多的人来关注我 我家的院子,你是个永本的记者 他们会问我,你为什么去诗歌 诗歌对你意味着什么 但是很少有人问我,你欺负吗 感情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有时候甚至是破坏性的 我的一生也是对于残疾 对抗的一生 同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听了所谓的声音来给我治病 他们说,是我前辈子做了坏事,只是受罚 那时候我非常伤心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前世不做一点好事 为什么不做一个好人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 小学的时候,我还不会走路 我的父母把我背进了学校 慢慢的,我可以住着双管走路 到后来就是一根管关 一次,我同学对我说 看看你,我看看你拿着一个棍子 是个要饭的 听到这话,我就把那一根管关 也扔掉了 遥遥恶恶的走路 一直走到了今天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再见